这个哈西哈西其实代指就是map 他是代指map 但是哈西跟map其实是两个意思 他说代指的是map 就是他那里是有一个k 都有一个k吗 现在我们学过的k上存一个单值 k上存一串值 对吧 k上存一片值 k上存一片值 但是呢 代分数 是不是这几种啊 现在又来一个k k上是什么呢 k上又是一个k value 那是不是两层k啊 对吧 大k小k里面是不是有一个value啊 是这个 这个可以干嘛 比如我想存储一个用户的信息 我可以用用户的id作为k 这里边呢 name 谁是谁 age 谁是谁 这个性别 什么什么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纯属啊 对吧 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指令 这个hset 是存值的 hset 不这么存了 呃 看上这个可以啊 看上这个可以 我们重新存 hset 呃 比如松松的用户id是 1000 是吧 然后他的姓名是 松松 hset 1000 他的年龄是18 hset 1000 他的性别 是错 hset 1000 他的这个 嗯 这个 呃 学历是 本科 行吧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 k 就是大k 小k 值 大k 小k 值 大k 小k 值 能不能通知吗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你看k是不是就是 就是一个k 这个值是不是就是又又是 对用的k value 一会儿是不是就那个所谓的哈希 行吧 这个 能看懂 通知吗 其实我们这个k写的还是不是特别好 呃好的 画的这个k应该这么写 还是下的 有点冒号 1000 冒号 没什么特别含义 就是看着好看 那这样你是不是一看这个语义就很清楚啊 这是1000的这个用户的信息存在这儿了 对吧 所以k上取值 k就k的定义呢 其实是要有讲究的 现在男子女能看懂吗 啊 是这个 然后 这是哈希的基本的存值 是不是hset 还有一个hget 从1000里边取出name来 从1000里边取出h了 你看 别的数据行 取值是不是就一个k 他许是只有几个k 只有2k 他的值是藏的比较深的 啊 是建议 大家来试试看 hgetall 还有h hgetall hcase hvas 我们一块看 hgetall hgetall 这个 name 谁 年龙 年龙 谁 性别 谁 权利 谁 行吧 是这些个 然后他是把所有的ky 都打印了 有点像我们家里边的那个 安全set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 h case 1000 这些 对吧 还有一个h 是啥 这是啥 这是什么 那个value 是哪 这不取出你所有的值来 对吧 是这个啊 那下来 叫做这个hdr 还有这个hexists 嗯 嗯 hdr 我们有两个删除k的指令 一个是atl 一个是dr dr刚才是比10 已经有使用了 dr删的是什么 删的是外层的k 外层的k 所有的k都能删 好吧 而这个hdr呢 删的是hc里边的小k 能够有意思吧 是这个 比如现在我看看我的hcase 所以有nameh和degree 这一次都可以 现在我这个年龄是假的 我看的不像18对吧 我给它删了 hdr 从1000里边删掉hk 能够有意思吗 然后再来看看hcase 1000 什么就没有那个年龄了 干杯子 还有这个hexists 1000里边是包含h呢 没有 包含姓名不 包含 什么时候是吧 那么这个哈希在存储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h 比如hz的1000 年龄28 是吧 是存了一个 我不知道我已经存了 我就又存了一个 这个 那最后的值是多少 看到呗 hget 1000 h 你们看到这个灵了是吧 这个灵可以不管它 它怎么是个灵呢 这个灵应该是说 没有心的可以出现 应该是没有心的可以出现 你看怎么解释都可以 胡周 应该是合理的吧 这个值是不是已经过来了 所以你看哈希上这个值 是不是等于是也是一个单值结构 哈希的每一个小可以存的值 是不是也是一个值 对吧 所以是不是也会有这样覆盖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我们在哪遇到过 第一个类型 是春的时候 是不是有遇到过 就是我们在做set时 name谁谁谁 name谁谁谁谁谁 其中这个name是谁 是谁谁谁谁 是这个 是这个 是不是会有覆盖 哈希是不是有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所以哈希也有一个类似的方法 叫做hset nx 和我们两个sat的ns 一曲同工 做的是一样的事 你比如说看着 我sat的nx 在1000中 所以这个年 年龄是38 这也是个0对不对 而这个0就是没有设置成功 没有影响任何数据 我们来看看 h values 是不是还剩29啊 没有复制上来吧 谁占有 那么这样的话 就和我们的那个第一个类型 是不是有一点忽应 差不多 对吧 就它这个逻辑就这样 存值嘛 有时候想存空的 有时候怎么怎么怎么那么着 对吧 是这个 然后 刚才我们一个是少演示了一个这个 rpx 是不是少演示了 确实少了 这是什么演示 对吧 啥意思 看着 就是在我们的 尺寸 还有hash中 我们怕存虫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nx 是不是在没有的时候 我是不是才添加呀 但是你注意 在我们的list 在我们的list中 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怕一个这个事 比如说 我一个几个是个list零四 对不对 我想往里边添加一个值 那我是不是要写这个l plus 然后写一个 写一个新值 对不对 但是我手一抖啊 我写了个例子零三 课报错吗 课报错 值添加了没有 添加了 那么这是 其实是怎么着 到另外一个题课里边呢 所以在list的这样的题课 这样的数据结果中 我们并不是怕你会写重复的k 而怕你写的另外一个k 是不是导致了新加的集合呀 所以这有一个 这个l plus x 这个s就是说exists 如果一个k已经存在 我再给你添加 那就是说 如果l plus xlist的零二 我写一个值 我问你 list零二就可以存在吗 从来是不是也没写过 诶 是不是零 看看我们的case 你有l plus零二吗 是没有的 那这样是可以防止我们 凭空的去 造出一个新的集合来 想听吧 所以x 还有nx 是我们在操作数据值呢 通过两种指令 防止我们出现一些问题 是吧 类似这样的 是用x 对不对 像单值 像hc用什么 nx就好了 行吧 这个 接着往下来啊 看hc 有一个hgetall 这个测过了 对吧 然后hcase hcast 一直都测过了 hmsatz hmsatz 这个没什么选择啊 hmsat hc04 给多个KYL 对吧 KG04 不是 5块钱 4 4在1000 就是对 从一个city 北京 从个strait 对吧 然后我们来gh get all City 北京 strait 呼声 出身最下边4个 这都加上了 还有一个hget hmget 这些里边取什么 取这个姓名 取city 取这个strait 和我们那个单值的 那个mget和mset 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其实没有 对吧 其实没有 咱们下来 hx nx 这刚才是不是演示过了 这演示了吗 再来一遍 我忘了 hset nx 1000里边 name 现在说啥 hget 1000里边的name 现在是 自从 然后现在hset nx 1000里边的name 不长了一个0啊 对吧 hget 1000 那 是没有感 因为这个nx 它指的是 这边这个name 不存在是它的复制 它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它就不复制了 啊 我下来 hng 这个不演示了啊 这是给谁想呀 给里边这个10吧 但是想找 想找 这些两k 外边的k 里边的k 是吧 还有一个hng 符符符 是不是一个意思 下方点数呗 是吧 这个不演示了啊 OK 这是我们的五 我下方点数呗